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出来 对啊 我也是觉得赶快出来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要检视的数据是因为 因为你看我们对数目对人虽然不大 我们希望它比较大一些 只是当然我们看这几年所发展的例子 最近所推行的iPad iPad 3 马来西亚刚上个礼拜六 之前还没有iPad的时候就有类似这样子的电子运动器 你们不懂看错吗 就像亚马逊的Kindle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近几年都很多这种电子书的阅读器 还有Cablet 这种面试 所以这个趋势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但这里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很多电子书会出来 那电子书出来的时候这些就是伤害了 所以最主要我待出的意思就是说 要给你们大家一个很大的鼓掌 因为你们鼓起勇气来参与这个课程 10% 百分之十算不多 只是我们能掌握未来 我们是掌握未来的商机 学好了以后 我们以后一商机一到的时候 我们已经学会了 那就可以掌握它 所以给大家一个热烈的掌声 有多少个人在写部落格的吗 个人的部落格或者公司的部落格 也可以给举头看一下吗 不用拍谁喔 你没有吗 我现在都在FB 在FB喔 都是短短的片段子吧 也可以啊 我是觉得等下你们再看下去 你们就了解 为什么电子书跟初版传统那种实体书的 感觉不一样 过程也不一样 也是一个机会了 原本你没有想过出书的 可能看了电子书或者觉得 我可以自己出书啊 我有能力出书啊 他的东西我之前带过的给你们知道 到底电子书有什么方法 可以阅读 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啦 亚马逊应该是算 首级家开始推出那种阅读器的 然后当然 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Barns & Noble的Nook Nook跟刚才听得差不多一样 只是它说 它下半部是有颜色的 颜色就是它的用户界面啦 只是它书的内容呢就是黑白 你们知道这个版是黑白的 这个也是类似的 Sony出的 我不知道在台湾多流行 然后 这个是另外一个韩国的牌子 叫I River Story 早期在马来西亚蛮流行的 当然 这个是最新的 就是iPad iPad当然不是最新的 只是iPad的iBook 是比较 比较 是这个新的潮流啦 因为之前 电子书呢 无论是在 这种啦 还是在iPad啦 都是像平常 你在看普通的pd文件 一面一面看 然后只是iPad 等下你再看看 它的功能其实 比较特别 它是希望 就是Apple 苹果公司是希望 带出一个不同 阅读电子书的体验啦 所以有不同的 互动语件啦 多明 你今天要出书 你随时要出书 你自己决定你的时间 因为 就像部罗格这样子嘛 你自己发表的 OK 然后当然 你有完全的控制权 因为是你自己嘛 你觉得你要 你要怎么行销啦 你有什么管道啦 你要去 等下我们再来分享 就是怎么行销 我们自己的书 都是自己在掌控着啦 你自己车 规挂 自己付费 一种是ePad 你有听过ePad吗 有听过吧 ePad就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早期 比较后期 比较后期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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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基本上 它是比较有开放式的 所以 任何电子书的阅读器 如果要支援ePad的话 可以马上支援 不用任何授权啦 批店的好处呢 基本上就是 它有很强的防盗 就是防盗版 我们出书 最怕的就是防盗版嘛 平常传统的书 基本上防盗版也是可以啦 以前在马来西亚 十年前 很多学生很习惯 就是拿去复印啦 都是盗版版 这电子书当然更加容易盗版 因为盗版呢 看得一模一样的感觉啦 只是当然BGM 它的防盗系统就比较强一些 因为它是 它是属于Adobe的嘛 所以他们有资金来 来加强的防盗系统等等 iBoom呢 基本上它是比较 它提倡的是一个不同的 电子书的经验 不同的概念 你们有看过 iBoom的书吗 之前方应应该是 有post 一个连结 对 一个连结 就是我把它做的 电子书 你们去下载看一下吧 没关系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感觉好不同 这就是 iPad里面的电子书柜 那条iPad应该是看过吧 这是一个很精明的书柜 其实 iPad的iBook的书柜呢 之前 它还没有出来 iBook author的 今天我们教的课的时候 你是可以看 评价它的pdf 跟epub的书 就像 这些是一些小说啦 一些英文小说 可以直接开 我这比较小的一些啦 看得到吗 后面的 大概看得到 所以这个 就是传统的书记 在iBook上面 所以就这样子翻 就是 是 这是防御的部落格 有没有人可以去看 他的pdf 哦 先生 帮你打广告 谢谢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你可以看来videos 他们就说 建议不要放太长的videos 因为 看了会烦嘛 怎么五分钟还看不完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 一分钟多这样子的 然后就是一个简介啦 就像 可能在座 像你体检的 就看 可能一个故事分享 一个客户分享 每个人自己写书的都不一定会设计啦 会图这些东西吧 所以iBook呢 就有好 开始有几个 蛮 蛮 蛮特别的模板给你开始了 这个模板呢 基本上不是文字方面而已 有文字啦 包括设计啦 等下下午我们在走过那个 那个动手的时候 你就看得到了 但如果你选这个模板的话 它有自己的风格 它有自己的图案 已经放好给你 所以你就 省了一半的工夫啦 就不用去找一个绘图师 当然 如果你要做得比较好的话 是可以 可是当然 如果你是低成本的话 尤其是你要出免费的电子书的话 这个人 以这个模板 你一定要出一个蛮专 看起来蛮专业的电子书 然后当然 比较特别的就是 你还可以放多媒体啊 多媒体就包括 像这里我写的就是video video就是当你放到其中一面的时候 其中一页的时候 可能一个 video 你就放下去 就可能剪接你的产品啦 可能你做理由的话 就剪接 哎 台湾肯定多好玩啦 就比他们看四周围这样子啦 然后读者就比较喜欢 我不懂台湾啦 只是昨天翻译就跟我说 台湾跟马来西亚人差不多一样啦 有时候就像平常的书这样子翻而已 所以基本上 就像昨天翻译说的也是有道理 我听了些 他说要出电子书 就不应该只是 把你的传统的书这样子 就一样的话 不如这样子的话 翻译变成电子书的书 应该用尽量的应用 那个多媒体的元件 带出你的内容的意义 以便读者读得比较有趣一些 如果你是写学生的话 他吸收能力会比较强一些这样子 目录 其实他目录很特别 他目录不像我们 资命满满的目录 这个是他目录啊 这样子看目录 看到吗 这个是每一张 每一张之下 有小图片在下面 每一张下面有小图片 就是不同的标题 或者不同的课题 都在下面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要去地面的时候 你就直接这样子跳 像我字序 直接跳 直接看 姿势比较小一些 我还没有放 所以 基本上你就直接这样子放 然后就去下一页这样子 然后 最主要呢 他的互动眼见有几个 像刚刚我讲到的 其中一个就是 该有V9就是其中一个 然后过后基本上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 如果你里面还要放V9都可以 像这个基本上就是 本来讲到他有一首歌 在写上日记的时候想到 你就可以插入 然后像 像如果我们做里评测的话 你就可以放一些 可能广告性的V9 这样子也可以啦 这样子放在上面 你可以把它点一下给大家看 然后也可以把它放 对 拨大 你可以放 这样子就是原位这样子 这样子拨啦 没有的话你就可以 双点 或者这样拨大它 所以这个在多媒体功能的 其中一个是1 OK 再放下 好 再看下去 卡住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怎么不掉下去 所以他那个video的那个容量 是包在电子树 还是他背后去连接一个 目前是包在电子树 所以你看这样 这个电子树 不需要上网就可以看 对 用上网就可以上 都可以啦 就是说你要让他点下去 点到YouTuber去 或者是直接包进去都可以 这个是一个图片而已嘛 那个解说的图片嘛 然后你可以点下去啊 然后他就可以解说 看到吗 这个比较教育性的嘛 还是点下去 解说 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板上 又比较精彩啦 不只是存在一个 一个图片 不能动的图片 这样子 好你看完了 过六再 你可以放大它 这样子放大可以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3D 那个3D的 我都没放进去 就是像下午后 我们会研究一下 因为那个也是蛮精彩的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就是注意个眼见 所以有时候像 这个是特别像 如果你有很多照片的 就像如果你是做美容的 有很多客户的例子啦 美容过后的见效啦 有时候都 你的相片 你不想放那种 满页都是嘛 你可以把它放在 一个观浪器这样子 就按下去 然后就可以慢慢看 放一个标题 然后就可以慢慢看 慢慢看 然后看完的 过后再缩小去 哇 很赞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iBook 它是说 反正做电子书嘛 就体验的 比较不同一些 所以基本上 我就觉得 这些多媒体眼见呢 就会带得出的 比较 比较不同的感觉啦 就说不只是实施办法的 一种 一种传统书而已 但是当然 看你们讲怎么去用咯 这是一个工具而已 你直接在这边 那个 移动也可以 不用放大 也可以移动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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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看你怎么用啊 那怎么用啊 所以你感觉 现在 如果你们就是写漫画的话 画的画漫画的话 这更加好用啊 带出很多意义啊 所以 等一下给你们几个例子 就是几个个案 这些 词书的一些 该我们讲的策略的 一些 个案的分享 有些是我的客户 像这个 基本上是我的 美国的一个客户 他基本上 之前是教我 加一个网站 然后教我们把他 想一个 网络行销的一个策略啦 然后就跟我说 他的例子 他是做什么功能 他基本上做的呢 基本上就是说 很像 所以以前你做的 就像个人的 规划 生活规划这样子 然后他就 他就想说 我写了一个部落格啦 这个是两年前的事啦 那怎么 要去找 找很多人来 来我的部落格 就是地点啊 然后我要 我要他们的名单啊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出了一个电子书 那时候还没有爱过 他出了只是一个 平常电子书而已 然后这里我有一些 一些数据就是说 他 设立了这个网站之后 然后放了电子书之后 到六个月 第六个月的时候 就差不多有 两万三千多个 名单里面有 两万三千多个 那 那个 那个 所以在六个月里面啦 他就是没有任何广告喔 他只是纯粹靠他的Facebook啦 他没有去 打AdWords啊 任何广告就是靠口碑 这样子传而已啦 然后他的 他跟着他分析 他就想说因为 大家传给他朋友之后 他觉得 因为这个每个人都会用嘛 就是规划自己的生活嘛 都很适合 每个人做的嘛 然后 基本上很像病毒式销售嘛 你们听过吗 就是像病毒式销售 就是放了Facebook 就销售就每个人就分享分享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很有益啊 就说我 我要知道多一点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起了一个例子啦 就是说 用免费电子书来增加你的订阅名单啊等等 这个呢 就比较有趣的那个商业模式 他是说用免费电子书来行销啊 做一些比较病毒式的宣传啦 这个网站呢 也是一个美国的网站 他的商业模式很特别 他的意思说 如果你要出书呢 可以 没问题 我们这里有免费的书给你提供电子书 然后 只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下载了之后 你一定要给反应 一定要给 一定要给你自己的 Feedback Feedback 就是你的健身这样子 就是这些啦 他这个平台呢 基本上是 专门专攻给那些新手的作者 因为没有知名度啊 然后你要出版你自己的书 或者电子书 然后你要提供你知名度 他就设立了一个平台 他跟作者说 作者 你要的话 我们平台有很多通路 你就把你的电子书放在这里 我们就帮你行销 就是把你传播出去 然后不过在这里 因为有这个条规嘛 人家下载了电子书过后 一定要给Feedback 一定要给他们自己的Feedback 然后不过 基本上就在这里就有很多口碑 然后他们建立的口碑 他们就用这个口碑呢 再去断定他们的走个下一步 这样子 请问这个平台叫做 这个平台哦 等下我再跟你说 我再跟你说 我有记录下来 就是 因为我不想放票头在这里了 这样子 只是我等下跟你说 是一个美国的公司啦 等下就有提醒我 我忘记了吗 他的客户基本上有两个 一个是作者 然后另外一个客户呢 就是部落格 部落格呢 基本上就是 找那些部落格 要写书的 他也是可以找 找他写书也可以 然后你要找部落格 宣传 还有给评估 要不要讲说 部落格评估过后 他们有个条例 你评估过后 不只是放一个网站 你要在你的部落格里面 放一个结恋 回来这个网站 就是这样子 宣传下去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神经模式很棒啦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你要有知名度的话 这个是个品牌啦 当然 他没有说 你给的评估一定要是好的话 你读的话 你下读的话 就直话直说 这样子的写书就对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 这一堂课的最会章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现在大致大多有一个概念的吧 出电子书的过程啦 然后代表的是如何啦 然后到底电子书的好会 都有一个概念的话 所以出电子书的成功的秘诀呢 当然这个秘诀不是唯一的秘诀啦 这个是我自己发现的啦 当然像我们有经验的作者的话 可能可以再分享一下 或者再纠正一下 我都很乐意听的 所以基本上 出电子书的秘诀 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你 你 每个人不是多彩多艺嘛 所以基本上就 尽量用它的模板 这个是神道的功夫的 因为 善于利用网上的那些电子书目录 应该可以问防疫下吧 台湾有自己专属的电子书的目录 国际性的也是很多啦 如果你是出出口的话 或者是出英文书的话 这些也是专门在网上 帮人们出电子书的目录 就是给人家搜寻电子书啦 给人家 它不是出版社 它只是一个目录而已 以便如果你放在你的部落客 有个电子书 你可以把它 上架上去 或者把它 把电子书的资料放上去 然后以便人家查得到 然后当然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不要把电子书当作最终的产品啦 除非你是卖书啦 那个是一本堂科啦 这刚才我们说到很清楚 就是说 如果你 然后还有 这个要记得的 当然 那些做广告的 可能可以 就会点击 我是觉得 当你出书的时候 要宣传 广告是一个方法啦 只是可能不是初期的方法啦 因为一开始里面有知名度 你打广告 你想想看 看有没有知名度的作者 然后 他会出什么书啦 你去点嘛 如果你觉得你不会去点的话 那 你自己出书的时候 打广告 可能也不是最好的 非常方法啦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 就是靠 口碑啦 身旁的朋友这样子写啦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写好书 写人家想要读的书 这个最重要啦 内容啦